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4月13日发布联合声明建议全美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因为在美国680多万接种者中 有6人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与血栓有关的疾病 联合声明中说 所有6例病例均发生在18至48岁的妇女中 症状发生在接种疫苗后6至13天 其中有一例死亡 FDA和CDC建议接受注射强生疫苗的人 在注射疫苗后三周内出现严重的头痛腹痛腿痛或呼吸急促 请与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 由联邦政府运营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地点将暂停使用强生疫苗 州和其他医疗机构也将效仿 强生公司发布声明说 血栓和他们的疫苗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该公司正在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对数据进行评估 作为预防措施 他们将推迟在欧洲推出该疫苗 全美反押抑暴行持续 国会民主党13日就新冠仇恨犯罪法案举行记者会 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中院议长佩洛西 华裔众议员孟昭文等议员 呼吁两党携手反击仇恨与暴力 争取本周通过这项法案 该法案要求司法部指派专员 加快对疫情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 要求给各州及地方执法机构提供指导 以建立提供多语言支持的线上举报系统 让不同社区感到更安全去上报仇恨犯罪 同时加强培训 让地方执法机构知道如何更有效地调查这类犯罪 4月13日 多位白宫官员透露 拜登将宣布在2021年9月1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 此举为拜登政府经过数月审查后做出的最终决定 以避免与塔利班产生新的冲突 据悉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在执政期间与塔利班签署协议 确认2021年5月1日为美军离开阿富汗的最后期限 日本政府13日召开内阁会议 正式决定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存的核废水排放入海 至今仍未能从核事故灾难中得到完全恢复的灾区居民和渔业相关人士 对该做法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示严重担忧 据悉 在开始排放核废水前需要大约两年时间开展设备施工工作 由于核废水中含有以目前技术手段无法去除的放射性物质穿 需要用海水稀释后排放 如渔民因负面影响遭受损失 东京电力公司将给予赔偿 同时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表示 韩方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在未获得邻国理解的情况下 单方面做出的决定 核废水排入大海可能将会导致全球海洋污染 韩方将与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努力阻止日本排放核废水 并强烈要求日方透明公开所有信息 以及采取保障海洋生态安全的具体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李斌12日透露 2019年底 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 苏州 雄安新区 成都 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试 到2020年10月增加了上海 海南 长沙 西安 青岛 大连六个试点测试地区 目前 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有序扩大 应用场景逐步丰富 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的参与人数 笔数 兑换金额 总体较小 使用场景覆盖生活缴费 餐饮服务 交通出行 购物消费等多个领域 数字人民币总体处于试点测试阶段正式推出 还没有时间表